您好 部长您好 我想花东地区的居民 大家最关心跟公路总局有关的 就是苏花改的工程的进程 那么之前苏花改在进行工程 五塔隧道周边工程的时候 有五塔遗址 有过去早期的遗址 在那个地方还有汉本的遗址 那这些遗址的发掘 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现在的整个工程的进度呢 请局长说明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 跟委员报告 那相关遗址的处理 一定要按照文件会文化部相关的遗产的处理方式来处理 那五塔的部分是没有产生影响 那汉本现在就是在做抢救当中 那当然对于这个工地来说 它是产生影响 但是它并不是在整个苏花改工程的药境上面 所以对整个苏花改工程 所以它是在周边啦 对它也是在入口的地方 它如果不在我们的那个路线上 我们怎么会去挖到这个 对它刚好是在洞口的地方 在南口的地方 在隧道洞口就是在我们的路线上啦 对啊 是在我们路线上啦 所以我们依法必须要经过抢救 所以这是蛮严重的问题 这有两个冲突嘛 一个是遗址的保护 一个就是我们路线要经过嘛 对那我们现在就是依照国家文职保护法来做抢救 还是可以继续 就抢救完了以后 工程可以继续进行 那汉本呢 现在正在做抢救当中 那汉本它现在的问题是这样 我们要去这个口谷遗址去挖掘 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啦 对对对对 这个不是说几个月就能够结束的 大概影响会有半年以上 你们自己预估的工期大概是怎么样 大概影响我们的工期大概半年到八个月啦 但是我刚刚也跟委员报告 对于这个 因为我的隧道工程事实上是会有几个工作面 好几个工作面 对这个工作面是产生影响 但是我们会从其他工作面来增加进度来补回来 所以对它又不是在整个苏花改工程的要境上面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这个汉本遗址对整个苏花改工程的进度 将来我们现在在掌握当中 我们希望是能够 这个两边都能够顾及 一方面我们苏花改的进度也是要顾及 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么重要的这个历史遗迹 也是要依法来做保护跟维持的工作 那么另外就是之前这个乌塔隧道周边 也有传出这个土石啊走山这样的问题 影响到这个南澳周边居民 也有提出一些这个对隧道的路径 有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你们现在的立场是怎么样 跟委员报告 那民众有任何意见我们都会充分的沟通 那原来这些住民的意见经过沟通以后 是已经解除他们的疑虑 所以这个目前不会有安全上的影响 也不会有土石会影响到聚落的影响 那所以你们确定吗 这个是嘴巴沟通就好 还是说你们有请专家特别来地方来做会刊 有提出科学的数据跟研究 是安全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是的 我想这个原则也是一样啦 就是说安全第一了 但是我们这个苏花改的工程进度 也是大家要持续关注的 是是是 那另外 这个我们的公路 当然尤其是东部地区的这个 不管是重贯线也好 台十一线也好 都是被认定是这个观光的重点 那陈冲院长呢 也最近也宣示 说希望这个三年之内 要把东部建设成全球 全世界最适合骑自行车的地区 这样的一个企图 这样我想我们一旦也希望啦 东部的这些公路能够吸引全球的观光客啦 但是以现在的这个公路的使用的方式 跟缺乏很多地段 尤其是隧道的部分都缺乏自行车道的建设 这个陈冲院长这样的一个宣示 三年内要成为全球 不是亚洲 不是台湾 而是全世界 最适合骑自行车的地区 你觉得这样的目标能够达成吗 我跟委员报告 在花东地区 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自行车专用道 这个我知道啦 在一些 对 这个有一部分有啦 但是有一部分还是没有啦 大部分有啦 还是有一部分没有啦 我举例像跳浪隧道啦 对对对 他是没有 他没有自行车道 而且是被骑士公认 是最危险的隧道 所以你要发展成全世界最适合骑单车的地方 可是我们又有全台湾最危险的地方 那这不是冲突吗 我们要怎么克服呢 我跟委员报告 比如说这个台九线是有93%左右是都有自行车专用道啦 那踏浪隧道这个 我也跟委员报告 踏浪隧道还有前后几个路段 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再透宽的可能啦 所以就这些 但是这些不是很长 那我们会从交通工程的手段来提供 促请驾驶人进一步能够注意到这个自行车的安全 那你们有什么手段是用警告标示 还是说里面的灯光 灯光还有警告标示 再加上一些辅助性的一些设施 能够进一步来提醒开车的人能够注意到 现有的这个苏花公路那一段 你们当然是这个不鼓励脚踏车 你们是希望他们都用这个铁路的方式 来走这一段 可是对很多这个骑士来讲 他觉得这是全台湾最漂亮的一段 我跟委员报告 有的还冒着生命危险 我想这个怎么去兼顾安全跟它的观光价值 那像以后如果这个苏花改通了之后 对 这一段是不是可以做自行车的专用 我们就是这样的想法 希望它是一个慢活路线 重车或者是快速通过车辆到新的路线上来 那么属于这个在滨海上面这些非常漂亮的路线 我们让它走这个自行车 或相关比较慢活的这个用途 所以这个长期来说 它绝对是一个国际级的一个 长期啊 你们院长说要三年 我来院长讲的 这些院长共 你不要说它在到处在吹牛 在碰风 我刚刚也就93%的路段 事实上是都已经是可以做到 可是不是93%的路段都有自行车道啊 是啊 但是我们在那些没有自行车道的部分 我们来加一些交通工程 一些安全的辅助设施 应该也是可以提升它的这个 自行车的使用率 那另外就是我们在那个苏花公路上面 以前我们自己认定是最 还算平稳跟宽敞的那段 那边有一个休息站 那个盖得像城堡一样 那个休息站 它周边 那个 那个什么 克莱堡啊 在台九县沿线那边 还算直线的 而且是比较宽敞的那一段 但是在上次这个苏拉风灾来的时候 那段事实上 土石覆盖问题是非常的严重 当然你们也很快的把这些土石 在这个平面车道上面也把它清除掉 可是现在就在山坡地旁边 很多的这个民众也都反映有几个比较大的巨石 是在那边摇摇欲坠啦 摇摇欲坠在山坡上面 那有这么多人跟你们反应 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打算什么时候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跟你说具体的 他就在克莱堡北方约大概五百到一公里的地方 是不是请施工处张处长来报告一下 是不是这个问题能够尽快来来处理 不要让我们的民众有安全上的疑虑 说两块巨石在那边摇摇欲坠啊 这一部分跟小委员有一个报告 那至于在公路旁边的那个整个一个互坡 我们现在有在在加强 那整个一个南宿杂 那至于上边坡部分 那是属于那个林路局 所以这个要回到我上个会期在问你们的问题 在行政院会里 就是你们我们这个总咨询的时候 这个边坡路段 你们说上面是林路局的 下面是你们的 这个石头掉下来 要认定说这个是几公尺以上的石头 可是最后受害的是用路人 你们两个单位推来推去 能不能够有谁来主导更积极的去协商 这是跨部会的责任 而且有的责任还不可分割的 一石头掉下来 你超过几公尺就变你们的 这个部会我们在做跨部会的协调 你们针对这几棵苏拉风灾之后的这些摇摇玉坠的石头 有没有积极的去跟农委会来做协调 有有有 我们还把工程会跟农委会都一起找来 大家在协调希望能够共同来处理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这个在补助这个偏乡地区的公路的公车 我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偏乡这个很多 尤其是常用公车的 大概都是老人跟小孩 但是现在光复乡以南的公车 我们现在也没有公车时刻表 都没有 我们只是这个公车站牌上 尖峰班去是一个小时十分钟 离峰班去两个小时十分钟 对很多学生来讲 他下课的时候 上下课其实是使用率最高的时候 上下课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在学生下课的那个时段来增加班次 因为说真的啦 这些国中生高中生他搭公车 他没有办法走路 你光公车就要坐半个小时 有时候甚至副理到狱理 国中那个时间都很长 他光站在公车站牌 就要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对学生的体力的负荷是很难 而且他这个时间是可以用来 去做体育活动 去写功课 去念书的 可是他在那边干等 因为没有时刻表 我们将来会在每一个站牌上面都有他的时刻表 这第一个报告 那有准时啦 有时刻表你就真的要按照那个时刻 现在那个动态资讯系统希望业者都能够准时 那第二部分我们会来协调业者 你们只有台北市这样啦 没有没有 我们现在都没有时刻表啦 我们就会要求业者都把这个时刻表放上来 那第二个就是上下课的时段 直接我们协调业者来市区要来增加他的这个硬盟 那乡村的这个尖峰时段就是学校下课的时段 我希望你们顾虑到这个 反而不是一般新壮年上下班 那个跟都会的这个尖峰时段是不一样的 因为主要也是老人跟小孩在搭 那所以这个部分就要拜托你们 因为使用者我们要从使用者的角度 既然我们国家有在补助这个偏向地区的这个公车 好我们就要最方便民众来使用的时段 是 好谢谢 好